记忆孔肯亚热病毒性发热的有效家庭疗法关节疼痛 记忆孔肯亚病毒是一种病毒感染,通常有特定的蚊子定要引起。 它通过蚊子传染,因为它可以传播到任何人的任何地方。 记忆孔肯亚热一般会引起高烧,严重的关节疼痛和身体虚弱。 有许多有效的家庭疗法可以帮助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并恢复您的健康状况。 这些补救措施非常自然,您可以在家中轻松使用。 木瓜叶 木瓜叶多年来因其在发烧中的有效益处而闻名。 实际上非常好的是增加通常在高烧期间下降的血小板基数。 木瓜叶抱含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并为您提供快速恢复。 您可以采取一些新鲜的木瓜叶子并将它们倒碎以取出果汁。 每天两次喝2-3茶匙的这种果汁很快就能摆脱记一孔肯雅。 Tal C 离开 传统上,Tal C 叶子用于降低阿玉肺脱的发热。 动物研究还表明,Tal C 叶提取物可有效减少发烧和炎症。 尝试在热水中浸泡干燥的Tal C 叶子,制作一杯清凉的茶。 您也可以直接使用新鲜的Tal C 叶子。 印链液 印链液经常被用作治疗不同疾病的家庭疗法,并且被认为对治疗肌孔肯雅病非常有益。 用水煮肺液炼液,每天吃几次,以增加血小板和白细胞技术。 Tal E Tal E是最有效的阿玉肺脱药物之一,且成小块的Tal E精。 再加上少量的Tal C 叶子,研磨成糊状,将该混合物加入医生水中,并在低火焰下放在炉子上。 主制混合物减至250毫升。 一旦它减少到250毫升,从火焰中去出过并将剩余的液体拉进。 每天服用三次糖剂。 您也可以在用餐后服用气劳液胶囊,每天两次。 维生素C 维生素C具有多种抗氧化特性。 在过敏反应和感染过程中具有完美的营养。 这有助于清除体内毒素。 维生素C引发维生素E的作用。 这对减少疼痛和炎症至关重要。 大蒜 大蒜是对抗激孔肯亚的另一个非常有益的家庭疗法。 它含有天然抗氧化剂和抗炎特性。 它通过提供舒缓和平静来增强您的免疫系统。 此外,它对激孔肯亚并引起的关节疼痛非常有益。 你可以每天简单地咀嚼一些新鲜的蒜瓣。 您还可以使用其他方法,加热一些芥末油,并将压碎的大蒜放入其中。 现在轻轻地将其涂抹在关节上并按摩。 它将很快带来有效的好处。 椰子水 饮用椰子水是激孔肯亚热治疗的最佳家庭疗法之一。 因为它可以帮助患者通过解毒肝脏来快速恢复。 一天喝三碱四杯椰子水。 姜黄牛奶 姜黄为激孔肯亚热带奇迹。 是治疗激孔肯亚关节疼痛最容易获得的家庭疗法之一。 盛产姜黄姜黄素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也有抗发炎的特性。 这有助于缓解症状即孔肯亚热。 盛姜 盛姜也有效治疗即孔肯亚并引起的肿胀。 盛姜含有镇痛药。 其作用类似于抗炎药。 然而,与抗炎药相比。 在浆中发现的镇痛药几乎没有或具有较少的副作用。 盛姜是激孔肯亚关节疼痛和炎症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 葡萄和牛奶 取一杯温暖的牛奶。 加入一些五子葡萄。 喝这种牛奶有助于对抗激孔肯亚病毒。 病人恢复得更快。 它为激孔肯亚热的严重副作用提供帮助。 冷压缩 大多数医生开了一个感冒或冰带来治疗关节疼痛和身体任何形式的炎症。 任何药房都可以轻松获得冰带。 但如果没有冰带,也可以使用毛巾中的碎冰。 这种疗法可在百天进行数次。 直至关节疼痛持续。 水 当你的身体对抗疾病时保持水分非常重要。 但是当感染引起发烧时。 你的身体会更快脱水。 如果您感染了疾孔肯亚病毒。 您可能会发生急性高烧。 您的身体将需要所有可以有效保护自己的水。 水还可以刺激排尿和体内毒素的释放。 从而减轻免疫系统的压力。 谢谢观看。